嗨,欢迎来到我们厨房的那些小事 我是莉莉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 懒人必学简单清爽版的清真带圣柠檬鱼 一起看下去吧 为了料理方便 我使用好诗多处理好的冷冻炉鱼片 一包一公斤 大概有七到八片左右 每一小包都是真空包装 现成处理好的鱼排 基本上已经很干净了 但我还是习惯会抹盐静置五分钟后洗净 并两面擦干 准备清真作业 撒一点鸡粉 一点盐巴 然后用手均匀抹开 记得两面都要均匀带到哦 鱼鱼的肉质细腻 很适合清真 也适合做成泰式柠檬鱼 接着摆上姜片及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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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蒸笼后电锅先蒸10分钟 蒸鱼的同时我们可以一边准备台式柠檬鱼的调料 大蒜拍开后切碎 或者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偷懒 用这种厨房小物 这种小型的打蒜器 在懒得切蒜末 姜末 辣椒末的时候很方便 大蒜放进去之后轻轻松松拉个两分下 大量蒜末就做好了 再剪一点大辣椒进去打碎 碎一点的香料比较能够释放香味 将香料收集到一个碗中 等等来调柠檬鱼的酱汁 加入鱼露 这是柠檬鱼味鲜的关键 再挤一半颗的柠檬 如果怕酸的人可以再调一点糖进去 加入切碎的香菜 蒸好的鱼鱼闷两分钟后再开盖 鱼肉比较不会缩喔 接着把里头的姜片及虫段用筷子夹起来 因为是用已经处理的非常干净的鱼片 所以蒸鱼的酱汁我不会倒掉 铺上刚刚准备好的泰式柠檬酱汁 准备再蒸一分钟 这个步骤是为了让鱼肉能够吸收酱汁的味道 至于为什么铺一开始就放酱料 是因为汤色会过于混沌 而且香料蒸的太久的话 颜色就不漂亮啦 淋一点鱼汤再上头很美味 不过如果是怕新的人 鱼汤也可以倒掉喔 蒸到超级简单不费功夫的 染人泰式柠檬鱼完成了 吃之前再挤一点柠檬会更清爽 这道虽然简单 但一样泰式风味满满又美味的柠檬鱼 希望你也会喜欢 下次料理时光见啰 拜拜 感谢观看感谢订阅